中国当局计划将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行为列入治安拘留范围 此举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广泛争议 最近公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已经通过中国最高立法机关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出身 目前正在征求公众意见 中国官方表示 此次修订对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 如果草案获得通过成为法律 将会对被认定为有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行为的个体实施拘留和罚款 然而修订草案并未明确定义伤害中华民族感情或有损中华民族精神的行为 这引发了很多法律专家和网民的担忧 担心这可能会演变成新的口袋罪 初信仰 Brendan Gobert 已知交 알 beans 知交白铃锁 actus共括碗铃锁 一亩佐救情欲还 夕阳山淡煞 夕阳山淡煞 新生产智 对于试图进一步侵犯和限制公民权利的法案 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否则可能会出现更多越过底线的法律